大家好,今天来给大家讲解一下电脑 由个人PC电脑所常见的操作系统 第一个就是Windows操作系统 WindowsC,Windows8和Windows10 当然比较经典的还是WindowsC和Windows10 WindowsC的常用软件安装格式是EX1格式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当然现在最新开发出的Windows10 它自带一个软件商店 自带这个软件商店需要单独 如果大家安装下爱奇艺软件时 它会自动跳转到这个软件商店 有个Windows专用版这个软件安装商店的环节 当然WindowsC还是EX1格式的随便安装 再个现在就是重点说明一下Linx操作系统 就是LINUX操作系统 大家比较熟悉的 国内比较熟悉的有Deeping DPM,Deeping 还有那个红麒麟这些操作系统 国外的比较熟悉的就是Ubuntu 当然国内的这些这个Deeping都是模仿Ubuntu的 都是模仿Ubuntu的 它的软件安装格式也都是Deep Deep格式的 大家在腾讯视频里面会看到 Linx需要支持Linx的软件安装包只有两种格式 第一个就是RPM 然后DeepRPM 第二个就是Deep Deep 而一定要特别注意的是 Deep支持的都有Deep DeepN Deeper测作系统和Ubuntu测作系统 而支持RPM格式的 也就是另外几家 另外几家 比较有名的就是FEDOI FEDOI 这一家 这家操作系统支持的是 DeRPM格式 DeRPM格式 而Ubuntu和Deeper都是Deep格式 我感觉电脑上面 这三家玩起来还是非常完美的 非常完美 在电脑上实际给大家演示一下 当然支持这个DeepRPM格式的 除了比较出名的FEDOI 还有个SUSE操作系统 还有个SUSE操作系统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REDHAT 这款操作系统 当然这都是国外的操作系统 这款操作系统进行 大家需要从国外的网盘进行下载 从Google上面就可以下载 还有CNTOS CNTOS这几家 总共是四家 总共是四家支持这款格式 总共是四款支持 RPM格式的 RPM格式有四家搜索系统 而支持Deep的Deep格式的 只有两家 有Ubuntu和DeepR Debin这两家Ubuntu和Debin这两家操作系统 是支持Deb格式的 在这Deb 而支持RPM格式的 有四家 有四家还是比较主流的 有四家 RPM有四家 不过目前国内支持这两家 这两种格式的 也就只有百度网盘 腾讯视频 QQ 网易云音乐 360浏览器 这几家国内厂商 不过国内厂商 大部分 像网易云音乐 百度网盘 这些都支持这两 这六家 可是这六家都支持 当然是360可能只支持一家 只支持一家 就是FEDOIA FEDOIA操作系统的这个界面 FEDOIA这个系统 这个操作系统界面 大家看 按下这个键 按下那个微软图标这个键 按下微软图标这个键 按一下 它就进入到界面了 就进入到这界面了 当然这需要数密码 我之前设置有密码 好 大家看 这个就是看右下角FEDOIA 右下角写的有FEDOIA 这就是RPM格式的软件 RPM格式 大家像这款操作系统 需要点一下这个键 需要点一下那个微软图标 这个键 按一下 微软图标 按一下就进入主菜单 大家看 按一下就进入主菜单了 然后点击 然后点击这个 然后点击这个 点一下 点一下就是进入主界面 大家看 非常多的软件 这是全部的软件 非常多软件 大家看 通讯视频 有通讯视频 就可以下载通讯视频 还有火火呀 但它这里面就有个软件商店 不过软件商店还是没有用的 今天重点介绍的就是通讯视频 因为每款操作系统 只有国内厂商大力支持了 它才会发展起来 现在先进入腾讯视频 看一下 当然网页版也是非常棒的 它这个腾讯 腾讯视频非常重要 因为目前国内支持这种 国内自从 Links操作系统的 也就只有腾讯的QQ和 和这个腾讯视频 其他像爱奇艺都没有支持的 都没有支持 非常不方便 用起来非常别扭 大家看 Links 大家看这里面 这有个Links Links Linux Linux 客户端 大家选这个Linux 腾讯视频 大家看立即下载 立即下载 里面有个RPM 里面有个第一项就是RPM 第一项就是RPM 第二个就是DB格式 而现在我所选择这个操作系统 就是选择第一个就可以了 RPM 它会自动安装 它会自动安装 点一下 它就选定不了 选择RPM就可以了 它会自动通过软件安装 而这个百度网盘也支持Links版 大家看 百度网盘也支持Windows Android Apple iPad MAC 大家去看最后一个Links Links 而Links版 我比较感兴趣的 还是RPM格式 大家看 它下面分两种RPM格式 和DB格式 下载Links版DB格式 和RPM RPM格式 而适用系统 中标起零桌面操作系统软件 和Ubuntu 18.04 和通信UOS 当然还有比较著名的DPR DPR 这几家吧 这几家的话 像Ubuntu 它上面写的 Ubuntu 通信UOS 都是选择第二个 第一批格式 都是选择第二个的 而第一个选项RPM格式的 一般国内应该是很少 国内很少 国内很少见 大家看这个界面 这个就是网易云音乐 是目前国内支持 是目前国内支持各家操作平台 是比较全的一家 就是网易云音乐 大家看 它可以选择电脑 Windows 和苹果 苹果 还有这个安卓 大家看这边 其他操作系统 右上角 右上角 有个其他操作系统 大家看 右上角非常小 其他操作系统 上面安卓版 Apple 大家看Linx 大家只看最后一个Linx Linx 版本选择 大家看 版本选择 它这一家还是比较特殊的 它这一家选择是 DPN15 64位的 它这边全部都是64位的 比如说乌班图 还有Linx操作系统 它只支持64位的 32位的是没有的 大家看 32位是没有的 都是64位 乌班图18.04 或者丁品15 都是64位 如果大家想要下载的话 点一下就可以下载了 大家看 它这个该弹出这个界面 它该弹出这个界面 DB 大家看上面写的 它这个上面写的 就是它只有DB格式 大家特别注意 文件类型5.9兆 你选择了 它打开 大家安装软件的话 一定要选择 硅档默认 是不不能用的 贵达默认 大家可以查看所有的应用程序 点击查看所有的应用程序 大家找到 运行软件或者软件安装 这里面有个软件安装 点击选择 点击选择 软件安装 找到软件安装 不要选择软件 软件这个是软件商店 软件商店 我刚刚下载发现它不支持 只有这个软件安装 是是完美支持RPM格式的 完美支持的RPM格式的 大家一定要记得选择软件安装这项 然后再点选择 它就可以了 大家看 大家看正在打开 正在打开 上面现在正在打开 大家一定要选择软件安装 它这里面选择 选择项很多 但是它默认着是个硅档管理器 是无效的 无效的 大家一定要选择软件安装 但是还有个其他选项 大家可以自动选择其他选项 查看所有 大家看 查看所有的软件程序 查看还有个运行软件 运行软件 我之前试试好像不行 不行运行安全也不行 一定不要选择默认的 选择软件安装就可以了 选择 大家在 先点一下软件安装 再点一下选择 它就可以自动下载了 不过网易音乐 它这个只有db格式 目前我这个操作系统是RPM格式的 所以它无法安装 我再试试其他的 这不再试试 乌班图了吧 乌班图的 大家看 大家看它这个也是db格式 db格式证明 证明它如果只有db格式的话 证明我这个操作系统是不兼容的 我这个操作系统是不兼容的 它只支持国产 而我现在这是国外的 FOAX 这个操作系统 所以说目前只完美支持境外境内 两种格式的只有腾讯视频和百度网盘 大家看这个腾讯客户是目前我知道了 支持的客户端是最全面的手机平板电脑电脑三大操作系统 这全部都支持 国怕的 还Windows怕的 大家看重点看啊最后一个 这个最后一个 Coco4 Linx Linux 他就要见面 可口Links 重新出发无止境 点立即下载 点立即下载 大家看 他这里面可支持的格式是真够丰富的 真够丰富的 架构 他第一个看架构 X64 X64就是64位的 X86就是32位的 X86是32位 X6位是64位 也就是他只支持64位电脑 他并不支持32位电脑 而ARM架构 大家都知道是手机平板用的 ARM架构64位的 其他这个我也不清楚 而大家看 X64这个是电脑 我还是比较理解的 比较懂的 可支持的格式 SHARE SH1 这个我不懂 这我懂的就是RPM RPM这个我懂 就是我现在电脑 我现在Links 就是用的RPM和DB两种格式 而第四个PAC MN这个我也不太懂 还有ARM架构的64的RPM DB 这个我也懂 大家看 我现在电脑就是RPM格式的 而不是DB格式的 选择RPM 大家看 出来了 这个就成功了 大家看 这个就是比较成功的界面 您选择的打开文件类型 RPM 只要结尾的是RPM就可以了 打开通过 只要通过软 莫不要选择默认 选择软件 点其他 点其他找到软件安装 软件安装 寻找 查看所有的软件 然后找 一直找找 往下翻 翻到最后 反正找到软件安装 这四个字 大家看 有个软件安装 点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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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点击确定 它就自动下载并安装 自动下载并安装 大家看 下载完了 非常快 剩余时间 零几点零秒 大家看 已完成 无法安装不支持 它会提示这个 大家看 它会提示 无法安装不支持 这个就是它自带软件商店进行安装 它往往是失败的 大家再关闭 关闭 然后点击下载这个按键 然后点打开文件 还是不支持 还是不支持的话 然后再点 然后点这个右键点进去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加锁的同案 大家看到 这个就是加锁 已经加过密的 格式只要是RPM的 它就能够安装 点击右键 用 其他程序打开 用其他程序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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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的话 用硅档管理器试试 大家看 不行 硅档管理器还是不行 好 就继续尝试 用其他程序打开 最好还是用软件安装 这个我记得刚刚安装 通讯视频时就成功了 大家看 这个已经一不然就接近成功了 我刚刚安装腾讯视频 就是通过用软件安装 这个软件进行安装 它默认的是失败的 大家看 快成功了 link的可够 然后点击安装 点一下安装 它需要输入密码 每次安装软件 它需要输入密码 大家看 正在安装0% 正在安装 正在安装0% 正在安装90% 95% 98% 大家看 成功了 成功了 然后点击启动 点击启动 可以 可以了 大家看 成功了 成功了 软件安装成功了 好 现在关掉 把它给删除掉 永久删除 永久删除 点永久删除 我这个操作系统就是RPM格式的 是RPM格式 而不是 而不是DB格式的 关闭的是标志 大家看 我继续按 在里面 大家看 腾讯视频 我安装成功了 通讯视频 QQ也刚刚 都是刚刚安装的 QQ这么小 在迷你 还是这个 大家看 腾讯视频 点进去就可以看电视了 大家看 非常听处 小竹佩奇 打开 不过这个 需要登入账号 它才能播放C20P的 有个这个界面 类似苹果电脑 类似苹果电脑 有个这个界面 有个这个界面 非常流利 类似苹果电脑 打开 我是佩奇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好 大家看 我这个操作系统 FDOI 这个就是 就是RPM格式的 感谢观看